早安,欢迎来到我跟上帝的咖啡时间 最近呢,我一直在考虑社区这个问题 拥有一个属于你,您的社区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在教会的社区中,我们真的与世界所能提供的不同吗? 对我来说,我想争辩的就是 教会的社区应该有所不同 人应该要看到教会的社区 然后说,这个也是我想要的 今天呢,在传道书四章七到十二节中 他谈到一个人独自的一人 那两个比一个更好 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 社区方面真的很重要 如果有两个人,他可以互相支持 因为如果一个人跌倒 另一个人可以帮助他站起来 碎落可以适用自己身体的碎落 或者呢,感情还是精神上的碎落 因为我们可以互相的保护 最好有一个国度的社区 知道怎么互相的如何互相提升 最后他说了三折线不会很快的断 这是在说数量上的力量 但我认为这第三根绳子代表上帝 如果上帝是在社区的中心 他就不会轻易的被砍断 你有数量的力量 你有一个在支持的社区吗? 你在一个让你可以兴奋的社区吗? 为你们祷告 你们都可以在一个建立神的国度的社区中 上帝祝福你 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有对你有帮助 麻烦你帮我按个赞 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记得按那个小铃铛哦 拜拜